第九十六章 周子晴顿时吓得跳起来 黄子侠眼急手快 一把拉住了他 示意他不要动 陛下 崔臣战心惊胆战的 刚刚运到后被陛下命人嫁出去的 就是他的女儿吕迪翠呀 皇帝这才想起之前这件事 顿时勃然大怒 可又因是自己亲口下的旨意 只能怒急而无处发现 狠狠一甩袖子 吼道 你搜寻 把整个京城翻过来 也要抓住他 长安朱雀门 熙熙攘攘的人潮 在城门口鱼贯而出 男女老幼 视农工商 川流不息 逼翠顺着人潮 低头仓皇的出了城门 就在他刚出城门之际 后面有班马 急吹而来 有人大喊 城门防卫司注意了 官府有令 即刻搜寻一名叫做低翠的年轻女子 高月五尺二寸 身穿浅绿色如群 若要发现 立即带回大理寺 士兵们赶紧应导 有人又问 那女子犯了什么事啊 需要送交大理寺 低翠提起自己的裙摆 埋头向前挤走 希望让自己淹没在人群中 不要被发现 什么大理寺 这可是圣上亲自下的口谕 听说他爹与同长公主之死有关 圣上要将他家满门抄斩 啊 这是圣上没了女儿 也不让凶手女儿活着的意思啊 你是要死啊 这种话你也敢说 低翠站在人群之中 听着周围纷纷的议论 茫然而慌乱的 想着自己的父亲 那个一直嫌弃他是女儿的男人 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对他说 你这个丫头骗子有什么用 总有一天会跟着男人走掉 你爹我还不是得一个人活着 在他被别的小孩欺负 哇哇哭着回家时 总是厌弃地说 哼 女人就是没有 打架都不敢还手 但过了几天之后 那些小孩看见他 便都不敢再欺负 至今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没有母亲 从小就垫着凳子给父亲和自己做饭 父亲每天都吃 却从不说好 有一天 他与女伴出去上香 回来发现 父亲放着隔壁五婶送的饼子不吃 却说 吃不惯 父亲想要的是儿子 而自己是他不想要的累赘 但这么多年 他与几个女伴比起来 衣食和饰品都不缺 父亲总说 女儿打扮得好看一点 嫁人时才能多要点彩礼 可他有时候也想 这十几年的辛苦 毕竟是回不了本的吧 他的父亲脾气粗暴 个性固执 一辈子不懂得说一句温柔的话 做一件温和的事 更不知道如何 才能拥有一个温馨的家 他就这么长大了 也曾感伤过自己没有母亲 也曾羡慕过别人有父亲宠溺 而自己除了继承自他的 倔强固执之外 一无所有 他出事之后 父亲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赶他走 他无论怎么哀求 始终都被他赶出去了 然而 在羊虫鼓凑到他耳边 说出逃那个字时 他的耳边 几乎也如幻觉一般 同时出现了 父亲丢给他一条麻绳 将他逼出家门时 对他说的那一个滚字 那时令他痛不欲生 令他恨不得 当场死在他面前 那个字 如今想来 却让他眼泪夺眶而出 再也无法抑制 他忽然想 或许是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 已经决定 让他远走高飞 而父亲 将要替他洗血 所有仇恨 守任所有 伤害自己女儿的人 狄翠在日光之下 一边流泪 一边茫然地往前走着 不知未来在何方 不知爱人 是否还能重聚 不知自己的父亲 将会怎么样 站住 后面有喧哗声传来 他看见人群中 有一对城门守卫士兵 正朝他追来 领头的人大叫 你 那个穿绿衣的 站住 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发掘 前面是茫茫的山野 后面是追兵 他孤身一人 能到哪里去呢 天地窘回 万念俱灰 狄翠停下脚步 慢慢回身看着他们 叫什么名字 狄翠脸上泪痕未干 惊慌地看着他们 不敢说话 不管叫什么名字 一个十七八岁的 女女子 有孤身一人行路 先带回去再抓 士兵们拥过来 抬手就去抓他 狄翠闭上眼 只觉得无尽的苍凉 与悲伤涌上眼前 一片漆黑茫茫 你们抓错人了 就在士兵们 抓住他胳膊的时候 忽然有个极清朗 柔和的声音传来 众人一起看向旁边 声音来出 却是一个 如同修竹帽兰般 轻易的少年 骑在一匹黄马之上 他穿着天青色的窄袖蓝衫 最普通的衣着 最普通的马 可每个人看见他时 便觉得眼前的世间 色彩格外鲜亮起来 如朝霞出生 是他 虽然仅有一面之远 但谁会不记得 这样出色的人呢 何况 还是张行英家的恩人 那个抱着阿宝 在京城找了两天 走遍了长安各方 终于在茫茫人海之中 将孩子送回家的好心人 而领队的士兵 也认出了他 赶紧拱手道 这不是雨雪症吗 您认识这女子 这雨雪症是谁啊 你上次不在啊 就是曾与 郭淑妃和同唱公主 一起出城 踏青的那位 国子剑 于轩雨雪症啊 我们拦了车架检查 要不是雨雪症 帮我们说好话 郭淑妃和同唱公主 一发怒 咱们城门一群人 就没好果子吃了 哦 雨雪我听说过 领头横了他一眼 将他口中呼之欲出的 八卦赌回去 神色如常的对雨雪拱手 雨雪也下马还你 这位姑娘我认识 是公主府中的侍女 如今公主薰事 她被遣送出府而已 说着 他转而看向迪翠 你家虽在城郊 总也有段距离 怎么也没人护送 迪翠看着他轻湛的双眼 忽然一下子明白过来 他是在救自己 他也不知道 哪来的勇气 结结巴巴说道 是 是 是啊 现在公主 公主没了 府中乱成一团 哪还有人遣送我呢 我与你顺路 带你走一程吧 他说着 朝士兵们拱手告别 示意他上马 领头的有些迟疑 运血症 这个 怎么了 扎队长还担心我走不动 要借我一匹马吗 不过 我这回是回忆州 这马是有借无还的 他的笑容 澄澈清透 简直干净的令人自残行贿 领头士兵 顿觉怀疑 是自己的不应该 赶紧打着哈哈说道 领血症与公主府来往 那个 甚密 你说的当然就绝对没有问题了 不过这借马可不行 马匹都是有军马司火印的 我就是敢借 领血症你也不敢骑啊 既然如此 那我便告辞了 迪翠迷糊糊的上了马 直到走出一里许 再没有了那些士兵的身影 他才感觉到自己的一身冷汗 早已湿透了后背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 三中路 我是李淑白 哦对了 李淑白就是南瓜南少 南瓜南少就是李淑白 李淑白就是南瓜南少 重要的是 本王要说三遍 别再搞错了 走到一个渡口边 几个人正在往船上装载货物 雨萱牵着马停了下来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迪翠愣了愣 默默摇头 他示意迪翠下马 从包裹中取出两名钱和一套衣服给他 衣服你将就先披着 总之不能穿这件绿衣了 钱我也带的不多 就先给你一半 你若与我在一起 容易被官府的人找到 还是坐了这船 能去哪里就去哪里 迪翠迟疑着 见他双手捧着东西 一直放在自己面前 只能接过 一声说 多谢恩人 雨萱再不说话 收拾好包裹 翻身上去 路上小心 就此别过 迪翠抱着东西 站在渡口 看着他头也不回地离去 终于忍不住叫他 恩人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救我 雨萱停下了马 回头看着他 那双清澈明镜的眼中 有薄薄的幽丝 与恍惚飘过 但他终究 还是掩去了所有仇私 只露出一丝微笑 我曾在大理寺门口 看见你抱着阿宝 温柔小心的模样 我想 这样的女子 肯定不是坏人 希望日后 你也能这样抱着自己孩子 好好地活下去 迪翠正正地仰头看他 喉口耿住 微有尖色 可我 我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再有这样的一天了 会有的 上天不会亏待好人 雨萱说着 轻轻朝他点点头 拨转马身而去 他目送着雨萱离去 抢忍住眼泪 在竹林之中 披上了他的衣服 踏上了那艘船 船老大在催促客人登船 客商们东倒西歪抱着自己的货户 坐在甲板上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热情地招呼他 坐在自己身边 满满当当的船 吃了深深的水 摇摇晃晃地 顺着芦苇荡 一路往前 雨萱的衣服偏大许多 低翠勉强 拢住袖口与下摆 坐在船舱之内 将头靠在竹密 编织的窗上 船行水上 水面如同微微 抖动的光滑丝绸 低翠呆呆地凝视着水面 一遍遍地 在心里想着那些重要的人 和那些重要的事 但无论如何 伤害他的人 都已经受到惩罚 遮掩他的阴霾 也已经渐渐消散 他想 他一定要活下去 好好地活下去 为了张二哥 为了他的父亲 像每个最普通的女人一样 终有一日 他要与自己的爱人重逢 要抱着自己与爱人的孩子 在日光之下 宁静而从容 望却曾侵蚀过他的 一切悲哀 魁王府枕流泻 景玉回来 禀报自己的任务 王爷 那个吕迪翠 不知道上哪去了 李淑白微微皱眉 割下手中的笔 不是让你从大理寺外 就一直跟着他吗 是 但到了城门外室 他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奴婢正在想如何上去保护他 结果 有个路过的人将他救下了 奴婢想起王爷的吩咐 是护送他离开京城 又见他已经上船离开 便不再跟下去了 嗯 魁王府可以帮他一时 但总不能管他一事 随他去吧 景玉应了一声 却没有离开 李淑白见他这样 明白他还有话说 便示意他说完 哦 当时救了吕迪翠的那个人 是刚刚辞去职务的国子监学政 宇轩 李淑白沉吟片刻 恩了一声 却没有其他反应 奴婢告退 李淑白扬扬手 等他退下之后 他一个人坐在水泄之中 却觉得四面水风侵袭 近视灼热 他不觉站起来 沿着曲桥 穿过荷花开遍的湖面 走向前院 今日当值的景居 正坐在偏厅 一边眉飞色舞的 和对面的黄紫霞说话 一边和他一起拨连碰吃 诶 冲果 我听说 你要跟王爷去蜀钟了 蜀钟可好啊 天赋之光 听说景色特别美呢 嗯 估计很快就要出发了 他拖着下巴 望着外面的河塘 轻声说 他的目光 望着空中虚无的一点 仿佛正在看着遥远的 又近在直取的那个人 李淑白在窗外看着他 想起说好 要在益州等待他的雨轩 雨轩 一个颇有点复杂 不知该如何形容的人 他有杀人嫌疑 或许与黄紫霞父母之死有关 可他又心地纯善 对幼童姑女施以援手 从不留名求报 他孤儿出身 自强不息 可他又自甘堕落 与郭淑飞这样的女人 都敢有纠葛 若说他喜欢黄紫霞 为何要将他的情书 作为罪证上乘 并一意认为他是凶手 若说他恨他 又为何真的抛弃自己的前途 回益州等待他回去 洗血冤屈呢 黄紫霞与景居 已经看见李淑白了 赶紧站起走出 听后他吩咐 李淑白示意黄紫霞跟上 两人一起沿着 河塘边的柳音走着 河风徐来 卷起他们的衣服下摆 偶尔轻微触碰在一起 却又立即分开了 李淑白停下了脚步 站在柳音下 望着近处一朵开得正好的红帘 终于还是撇开了那个念头 没有说雨萱的事情 有个东西 我想给你看一看 他说着 带着黄紫霞向雨冰阁走去 这里是暖阁 如今天气炎热 他已经不住在这里 两人走进去时 里面闷热的气息 让他们都瞬间想到了 同昌公主的那个库房 李淑白从柜子中 取出那个九宫阁盒子打开 又打开如同木帘般的内盒 将里面那张符咒拿出来 递到他面前 黄紫霞伸手结果 不由地恶然睁大双眼 后时微黄的纸张之上 诡异的底纹之间 观残孤独废极六个字 依旧鲜明 如刚刚写上 而在此时 除了一开始圈定的 那个孤字之外 另外出现了一个隐隐的红圈 圈定在废字之上 衰败伪弃 未知废 那一个红圈 颜色尚且浅淡 似乎刚刚从纸中生出来一般 但那种淋漓涂抹他人命运的模样 仿佛带着血腥味般 令人不寒而栗 黄紫霞恶然抬头看着他 生意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王爷 这 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知 自从丽妃那件事过去 上面圈定 棺子的红圈褪色之后 我便忙于事物 再也没有想起 直到前几日心许不宁 忽然又想到他 于是拿出来看了一笑 他的手 按在符纸之上 脸上的神情 似有错愕 却并不精具 看来 又有一件难以避免的风波 要在我身边涌现了 近日进出宇宾阁的人都有谁 不少 从景欲 景佑 到花奖 杂役 何况还有我不在的几日 巡逻的侍卫过去之后 若有人要潜入 总有办法 血液范围太大 恐怕不易一一撤场 最好能有另一个突破口 等从义手回来再说吧 他将符咒 又放回盒中 反正也防不住 索性只随意往身后一放 黄紫霞皱眉 望着那个盒子 其实我一开始 还以为公主府的 九栏柴失窃手法 会与这张符咒上的红圈出现 与消失类似 这个盒子的开关存取 我从不假手于人 嗯 是 所以研究对方如何下手 又是什么人下手 我至今也毫无头绪 他既给了我预兆 我便直面这预兆 李淑白面容冷峻 平静至极的说道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一张纸左右我的命运 还是我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黄紫霞敬畏地望着他 夏日逆光之中 他站在这圈定他命运的符咒之前 却笔直挺拔 如同矗立了千万年的玉山 逆意生辉 不可知识 永不动摇崩塌 三五六六六一八 三四五六六八 三四五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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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形推移